使用Split之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确保您的Smart Wallet应用程序是最新版本的 如果不是,请更新该应用程序 请进入应用商店,并在搜索栏输入Smart Wallet 然后点击更新按钮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您的钱包必须处于激活状态才能收到奖励 要激活钱包,您的余额中必须有Smart硬币 一枚Smart硬币就可以成功激活钱包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储备足够数量的Smart硬币 因为我们还需要用它们来支付Split合约 至此,请确保您的应用程序已经更新并且您的余额中有Smart硬币 然后打开钱包 根据您拥有的硬币,点击Split或EOSplit 将打开一个包含您余额和交易历史记录详细信息的窗口 要参加分程活动,请点击您余额正下方的Splitting按钮 请注意,您的余额中必须有Smart硬币才能进行分程 Smart硬币需要用来支付Split合约的执行费用 如果您没有足够数量的Smart硬币,系统就会要求您充值 如果您的余额中有足够数量的硬币 则会打开另一个窗口,其中包含有关当前分红状态的信息 在新打开的屏幕上您会看到以下信息 MySplits,您余额中的Split硬币的数量 TotalSplitSplits,区块链中的Split硬币的总数 DailyReward,每天在Split硬币持有者之间分配的Ultima硬币的数量 CurrentBlock,显示区块链中的当前区块 FinalBlock,显示当前减半周期最后的一个区块 MyEstimatedReward,是可以参与分红过程的所有Split硬币 而获得奖励的近似值 请注意,如果您的地址在不到24小时之内收到过硬币 那么您就不能领取奖励 如果您想知道有多少Split硬币可以参与分成活动 那就请进入MySplits并转到SplitDetails 在这里您将看到哪些硬币已经准备好接收奖励 而哪些还没有 当然您也可以领取奖励 但奖励只会进入那些超过24小时的Split硬币 同时领取奖励之后 所有Split硬币的积累时间将被重置 在确保所有硬币可以领取后 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箭头返回Splitting部分 然后点击Claim Reward按钮 向区块链发送领取奖励的申请 将打开一个确认窗口 请注意Smart硬币的手续费通知 最高可达100枚Smart硬币 如果您余额中的Smart硬币不够 则由于缺乏Split合约所需要的能量 区块链可能无法满足您的奖励要求 所以我们建议您多储存一些Smart硬币 那么您已确保您钱包中有足够的Smart硬币 请选中确认您同意产品使用的条款的付选框 然后点击Conform按钮 好了您已经成功领取奖励 您还需要点击OK按钮 Ultima硬币的窗口将会打开 您可以在其中看到您的奖励金额 在本视频的结尾部分 我们要提醒您注意使用该产品时应了解的一些规则 Split硬币的任何交易甚至是千分之一的 也会重置所有硬币的积累时间 如果您钱包中有在不同时间收到的Split硬币 那么奖励也将在不同时间可以供您领取 Split硬币的最短积累时间为24小时 因此如果您要领取奖励 但是您的硬币尚未准备好 它们的积累时间不足24小时 那么它们将与那些有资格获取奖励的硬币 一起重置时间 别忘了每天参与分成活动并领取奖励 祝您好运 如果您还有问题 请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会为您提供需要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